碳纳米取缆材料的诞生 是国家推出煤改变政策之后 主要用于家庭取缆和工业取缆的一种全新取缆方式 发热涂料经过严格的破坏测试 发热涂料依旧在正常的工作 我是碳纳米取缆材料的理哲 来自江苏省南京市国家级新材料研究院 碳纳米发热材料是结合绿学材料学 还有热学研发出的一种新型材料 我们这个材料主要成分是由碳纳米 碳纳米管和碳纤维组成 它的优点主要是塗装方便 像这个墙面地面天花板都可以进行涂装 没有区域限制不占家里面的使用空间 我们这个材料经过表面破坏 不会影响它的一个正常发热 现在我们就进行一个喷水的一个实验 通过喷水实验 可以看到发热涂料不受任何损坏 继续升温 发热涂料经过严格的破坏测试 可以看到有金锤杂的 有刀子划伤的 也有钻孔钻的 但是发热涂料依旧在正常的工作 一百一十五度一百二十度 发热涂料质量相当稳定 我们这个施工是非常便捷的 一个师傅骑着摩托车就可以到客户家里面去做施工 现在我们要在这一片白墙上面涂上这个白尾玉的碳纳米发热涂料 首先我们要准备这个霉纹纸 圆尺 纹筒 激光水平仪 高温刷面胶 铜带 我们的碳纳米发热涂料 第一步首先准备弹线 弹好线之后了 贴上双面胶 这个双面胶主要是粘接这个导电铜膊 贴好双面胶之后 我们粘上导电铜膊 然后用橡胶滚囊 把它压实 现在我们沿着发热体边缘贴上美纹纸 现在我们打开盖子 进行涂刷 涂刷完成之后 我们撕掉美纹纸 让它自然干燥两小时之后 我们进行通电测试 表面发热非常均匀 温度快速上升 我们这个碳纳米涂料 是一种水性材料 使用的成分都是纯天然环保材料 它没有任何电磁辐射 让人产生不舒适的一个感受 现在是用我们碳纳米涂料 做的一个高温房 现在温度是67度强体温度 这一块我们来测一下它的电磁辐射 通过刚才的测试了 里面没有任何电磁辐射 说明这个碳纳米涂料非常安全 现在是我们这个发热涂料的坐在洗手间这样的一个场景 水粒它是有三碱性的 它在这个水粒的这个强散强碱下面呢 它非常稳定 发热不受任何影响 大家都很担心碳纳米材料的一个使用寿命 这个我们这边有一个老化实验台 已经两年多没有断电了 一直在持续的工作 我们所使用的方法就是提高电流电压 来进行一个老化实验 现在我们看一下它的温度是多少 可以看到现在是120度 通过这个计算的话 我们可以算得出这个碳纳米材料的话 使用说明是在50年以上 是没有任何问题 这个区域是我们的一个远红外检测区域 远红外对人体有很好的一个免疫调节作用 现在可以看到碳纳米涂料 发射的远红外光波非常饱满 而且非常均匀 控制这一块我们可以通过面板控制 也可以通过手机APP 再一个现在比较流行的智能家居 像天猫精灵 小爱同学都可以进行控制 天猫精灵 说 打开起暖器 这就打开起暖器 希望能给主人送去一些温暖 碳纳米发热材料 获得的一些国家检测报告 以及国家的发明专利 还有国家颁发的相关的合格检测证书